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六月十二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南华早报的最新报道 文章介绍说在现在中美关系日趋紧张的情况下 中国政府正在重新推动人民币在东南亚地区的国际化 以实现其遍布全球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议 由于华盛顿的摩擦给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贸易和金融 带来了不确定性 中国正在加强努力以减少从柬埔寨到越南等地区国家的双边贸易 对美元的依赖性 中国银行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柬埔寨的电脑分销商本周通过位于金边的中国银行香港分行 进行了第一笔瑞尔还有人民币之间的直接外汇交易 这笔钱被转入了公司在中国的进口账户 通过中国南方自治区广西的中国香港银行进行了相关结算 而过去柬埔寨的客户必须要先把瑞尔兑换成美元 然后才能够换成人民币 广西与越南接壤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的窗口 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沿线组成部分 截至二零一九年八月 该地区跨境人民币结算总额超过一万亿元人民币 中国最大的移动应用支付微信还有支付宝 已经在柬埔寨取得了进展 使得中国游客在柬埔寨进行消费更加的方便 但是曾经与柬埔寨企业合作的全球汇款专家则认为 人民币在东南亚的腾飞仍然有困难 比如在严重依赖中国援助和投资的简朴债 美元仍然是开展当地业务和日常交易的法定货币 从一九九零年代开始瑞尔一直是与美元挂钩的 中国的支付应用需要能够支持当地的货币 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去这些国家的每一个与当地的中央银行 还有商业银行达成协议 以持有当地的货币 专家表示 然后他们需要能够管理这些国家中每个国家的外汇汇率 因为人们正在从中国购买商品 这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需要大量的资金来解决 而且利润率非常的微薄 更有可能的是其中一些支付应用 可能会考虑购买竞争对手 作为拓展当地市场的一种选择 而提升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国家内部跨境交易中的作用 可以被视为北京长期以来货币国际化目标的一部分 现在中国还在鼓励在贸易结算中使用该货币 在上海设计了以人民币计价的原油期货合约交易市场 还开发了跨境的人民币支付系统 签署了数十项的双边人民币货币兑换协议 甚至是创建了自己的多边银行 上个月中国证监会的前主席肖刚 在北京一个论坛上表示 加强资本和金融是一带一路的重要保障 所以我们要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使用 将一带一路项目的建设与人民币的使用紧密结合在一起 而星战银行的经济学家则表示 中国的贸易重点现在正转向东南亚国家联盟国家 这些国家占到中国贸易总额的比例 比美国或者是欧盟要更大 而机械还有光学电器这样的科技产品 是双边贸易激增的主要贡献者 在二零二五年的前五个月 中国和东盟的贸易额同比增长了百分之一 达到了百分之一点六万亿美元 占到了中国贸易额的百分之十四点七 而传统上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和欧盟 分别占到了百分之十一还有百分之十三点九 日益紧张的中美关系也意味着 一些上游企业已经搬迁到了亚洲的其他地区 以躲避美国的惩罚性关税 而亚洲地区比较宽松的运输限制 在最近几个月支撑了中国与邻国的交易 分析师表示中国政府没有披露一带一路情况下的整体贷款情况 但是大部分贷款是以美元计价的 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则表示 与美国相比中国经济增长和债权收益率的前景要比较好 这意味着在不确定的时候可能会吸引外国资金 这样促进人民币的发展 现在由于冠状病毒全球市场动荡 中美关系紧张局势以及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所带来的不确定性 中国可能会看到短期资本流动从流出变入流入 尽管东南亚的贸易不断增长 但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 自从二零一六年开始成为了世界货币储备以来 人民币在与货币储备的份额几乎没有变化 仍然是在百分之二以下 而美元仍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储备货币 二零一九年最后一个季度 占到了分配储备的百分之六十点八 与美元相比 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可使用范围是非常有限的 根据swift系统的最新数据显示 在四月份这样的货币只占到国际支付的百分之一点六六 而美元则有百分之四十三 专家表示我不认为一带一路倡议能够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有效载体 因为你没有看到很多国家除了巴基斯坦之外 即使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也没有接受人民币贷款 部分原因是它对外汇储备或者是全球支付没有比较大的作用 但是一带一路倡议可以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 一旦货币达到更高的全球接受程度 但是现在我们还远远没有到那个程度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美联社的报道 中国高级官员表示 北京仍将履行与美国的贸易协议 并且表示希望看到与华盛顿的关系变得更加的好 中国的前财政部长兼内阁的顾问朱光耀表示 两国应该不浪费时间改变关系 以帮助更好的协调应对病毒大流行 他和其他官员在北京对记者表示 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紧密相连 必须找到合作的方式 因为如果缺乏合作 那么将会付出高昂的代价 他表示中美之间经济的紧密联系是双方四十年努力的结果 也是中美两国消费者意愿的体现 这种相互依存关系不会因为一些人声称要脱钩而消失 朱光耀表示与美国的关系远远不令人满意 现在沟通基本上是处于停滞状态 北京在去年年底首次在华中地区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的处理 以及最近通过的要求香港半自治领土实施国家安全法的立法 都进一步的引发了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 美国总统川普的政府对这样举动的反应是 宣布香港不再是自治领土 并将剥夺其优惠的贸易和商业地位 但是也有官员认为 现在中国正在通过购买更多的美国产品 还有其他的旅行承诺方式来讨好美国 这样一项帮助抚平贸易 还有技术方面摩擦的临时贸易协议 进展仍然不明确 有一部分原因就是为了遏制疫情而实施的封锁所带来的干扰 客观的来讲疫情对于协议的执行产生了影响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中方强调应该共同努力确保第一阶段协议的执行 官员们表示北京完全有能力克服因为疫情而恶化的经济情势 货币和财政政策都有充足的空间 而国务院顾问和经济学家表示 和美国一样中国也有巨大的国内市场 但是市场还相对不太发达 虽然五月份的数据仍然惨不忍睹 但是这些数据反映了许多国家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取消了订单 而在疫情封锁期间之后 许多中国消费者似乎可以外出 但是也有消费者一直在积攒储蓄 待在家里不外出消费 专家表示在六月或者是七月 如果情况好转 特别是下半年国内市场如果复苏的话 那么中国经济会出现强劲的反弹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南华早报的观点文章 作者是著名的中国问题观察者裴敏欣 他表示长期以来中国的外交官一直是以训练有素 毫无个性色彩谨慎的专业人士而著称的 他们执着地执行任务 而不会引起太多的负面消息 但是最近有一批新的战狼外交官正在抛弃既定的规则 而积极地推动中国的有关于疫情的叙事 这就是所谓的战狼外交 而现在它正在产生相反的效果 在疫情危机爆发前不久 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 指示中国外交使团采取强硬的方式来维护国外的利益和声誉 如果不是武汉地方当局早期的失误 这一场瘟疫规模可能会小得多 而这正是中国外交官一直希望做的事情就是转化国际叙述 在三月中旬外交部新任命的发言人赵立坚宣扬了阴谋论 表示美国军方把病毒带到了武汉 而同样在四月初中国驻法大使在其网站上发表了一系列匿名文章 谎称病毒的老年受害者在法国被孤零零地丢在那里等死 而当月晚些时候在澳大利亚与美国一道呼吁对该大流行病的起源 进行国际调查后 中国驻堪佩达的特使迅速威胁要进行抵制和制裁 但是与战狼这部电影不同 中国的战狼外交官并没有因为他们不计后果的对抗风格而得到回报 他们的行为非但没有美化中国的国际形象 也没有安抚那些将疫情归咎于中国的人 反而是损害了中国的信誉 并且疏远了中国本来应该争取的国家 那么当初为什么要改变策略呢 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目前的历史不安全感 根源在于所谓的百年屈辱 以及因为巨大的经济影响力 还有地缘政治影响力而产生的狂妄自大情绪 中国领导人如此渴望获得他们自己认为国家应该得到的尊重 以至于他们对批评已经高度敏感 当有国家敢于违抗他们的时候 他们会迅速进行经济胁迫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现在的政权对于政治忠诚的强调 在习近平主席的高度集权的领导下 对中国外交官的评价不是看他们如何履行职业职责 而是看他们对于党的路线有多么的忠诚 维护起来有多么的积极 在去年齐域被任命为外交部的党组书记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是一个没有任何外交政策经验或者是资历的宣传方面的人 这是一个由传统上经验丰富的外交官来担任的重要职位 现在却交给了他 而如果积极推动共产党的叙事是职业生存的问题 那么外交官们就会改变他们的做法 即使他们认为自己的做法是不对的 但是也会这样做 而且不会试图劝说他们的政治领袖改行一章 外交官有可能会为良心上的意义付出沉重的代价 而他们似乎不会因为破坏性的忠诚而遭受任何后果 不论是从官方媒体的批判还是降级还是节骨 当推行共产党认可的说法在国际上产生负面结果时 用党的说法这是策略问题而不是政治路线的问题 因为战术错误而惩罚忠诚的外交官 会使他们今后更不愿意干党的脏活和泪活 这种逻辑就消除了外交官收敛的任何动机 并为他们更加强势提供了一个方便的借口 从而使得错误的政策根深蒂固 中国缺乏自由的新闻媒体还有政治反对派 没有来强调有关于战狼做法的失败 而这对于改善情况也是无济于事的 与西方的外交官不同 在中国的外交官不必担心公众的批评 重要的是他们的老板怎么说 而他们的老板要的就是战狼 当然这是一个错误 在中国的声誉受到影响 与美国的关系陷入自由落体的时候 中国的外交官应该更加专注于将中国的外交政策 与美国总统川普的外交政策分开来 应该表示川普宣扬的是不正确的言论 积极地以威胁和制裁来回应被认为是任何的轻视 而且疏远了朋友和伙伴而不是培养互利关系 正是川普的后站坚持自己国家的优越性 侵蚀了国际声誉损害了利益 而中国领导人应该对此更加清楚 并且反其道而行之 最后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跟中国的银行体系相关的消息 中国人民银行去年底宣布将会推行大额现金管理 并且公开征求意见 当时已经表明会以河北浙江和深圳作为试点 而本周五央行再次发表通知 决定从今年七月起率先在河北进行试点推行 深圳以及浙江则在十月开始做 试点期是两年 在二零二一年七月至次年的初期 央行会对试点的情况展开评估 央行表示当前中国弃虚借鉴各国的管理经验 优化大额现金的服务 引导并规范社会公众对于现金的使用行为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